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布数据 本周全美长期房贷平均利率连续第六个星期上升了 那么创房地产市场崩盘 引发大衰退15年来的最高记录 根据房地美报告 上周最具指标的30年期 平均房贷利率已经攀升到6.7% 高于前一周的6.29% 更是去年同期3.01%的两倍之多 重新贷款者最常使用的15年期固定房贷利率 平均则有5.44% 现在已经跃升到5.96% 房贷利率2022年迅速倍增后 可能会让更多想买房的人退场 去年前在买房者看到房贷利率远低于3% 可是现在是金非喜饼 Feddy Mike指出 以一般的房贷金额推价推估 过去一年中锁定每周利率范围上限的借款人 已经比锁定下限的人数多支出了数百元 联准会频频升息 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最为明显 那么他们预计年底前 基准利率进一步会提高到4.4% 比6月预期高出一个百分点 明年将会再度升息到4.6% 将创2007年以来的新高点 好再来看一下这则消息 老师向来被视为是高尚 而且是作与英才的职业令人尊敬 不过加州生活成本极高 也打击许多老师对置业的坚持了 一项由总部在湾区的加州教师协会 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 所做的最新调查发现 将近七成的受访教师 认为工作可以说是筋疲力竭 61%的认为压力很大 49%认为令人沮丧 51%认为难以承受 多数的教师承认工作满意度很低 并且考虑要离开这个行业 另谋出路 这项研究总共调查 超过4600位的加州老师 从这个过渡幼稚园TK 到高中12年级的教师都有 加州教师协会主席指出 教室里有着充满爱心 能够提供高品质教育的老师 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是十分重要 然而不幸的是这次的调查却证实了 平时大家从老师那边听到的说法与苦水 也就是教师短缺 越来越多人对工作的满意度不高 而且很多的老师恐怕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 那么这名主席还表示 学生应该有的权利拥有高质量的老师 而老师们应该获得专业的薪水 让老师们能够负担生活 并且支持他们在课堂上的教学 好 接下来看一下这则 有关中美关系的消息 那么中美关系现在越来越僵 最坚守的中国人近期大量的润入美国 包括德州的休斯顿等地 各种快速移民申请数量骤增 多位华人不约儿童表示 近期忙于接待来自大陆的亲戚和朋友 这些当年最坚强的不移民美国 有人纷纷到来了 并且希望能够在美国迅速扎根 跌破他们的眼睛 那么今年以来中美两地的华人社区上 突然出现一个新词 RUN 很多人后来知道 这就是英文的RUN的中文翻译 那么之所以会让这些铁杆 或是爱国的中国人 现在马不停迪地找律师帮忙 准备立刻移民呢 表示实在是 对近来在国内的这个防疫的政策 以及和美国越来越僵硬的关系 非常的忧心 之前有很多人 只是将妻子或孩子送来美国 自己留在中国挣钱 但是现在因为外资企业又大量的缩减 停工停产 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忍受 疫情被关和行动受限 因此决定放弃最后的坚守 好那么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是否 美国参议院 可以通过这个拨款法案 避免联邦政府在星期五五夜后关门 那么结果果然是在 星期四就是昨天通过了这一项 短期的政府拨款法案 星期四下午参议院以 72票对25票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这项短期支出法案 20多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 预计该法案也将在众议院迅速的通过 然后送交拜登签字 以避免政府在不到两天之后就要关门 为了权益之计 这项拨款措施 可以让政府的运作资金 推迟到12月16号 并且给了两党更多的谈判时间 以便在11月中期选举后 就一项全能的政府预算法案达成协议 另外我们看到在昨天9月24号 美国政府宣布制裁多家中国和香港的公司 实控他们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禁令 协助伊朗出口化工和石油产品 根据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通告 华盛顿对两家中国公司 中古厨运 周山有限公司和威盛航运 有限公司实施制裁 以阻止伊朗通过销售石油逃避制裁 国务院说中古厨运 厨运 一个是用于专门储存 伊朗石油的商业原油措施 设施 而威盛航运 则是一家传播公司 旗下有船只运输伊朗石油 同时被美国制裁的还包括了阿联酋 香港以及印度的一批企业 他们被控参与协助伊朗向中国 印度和香港买家出口化工以及石油产品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 发生在佛罗里达州伊安飓风的消息 那么伊安28号强袭佛罗里达州大肆破坏的次日 大片灾区仍然有数千人遭困 超过267万户停电 一击至少13人被通报死亡 那么被拜登行为 形容是佛罗里达州历史上最致命的飓风 在减弱为热带风暴 现在朝着南卡 这个应该是South Carolina 州行进后29号 它的威力再增强成为一级飓风 气象局预测可能会在30号 于South Carolina州二度登陆 那么德州 佛州州长Ron DeSantis 29号表示 伊安造成历史上重创 以及500年一见的大水 大幅改变了佛罗里达州 估计需要许多年的重建 那么拜登29号承诺将会发放重建经费 美国最强大飓风之一的伊安 28号蒙扫佛州后 搜救人员29号划船进入淹水的街区 或得拒断倒塌的大树 才能够接近数千名受困民众 许多重灾区的居民 因断电断网而无法对外求救 美联社指出 从佛罗里达州 Fort Myers区空拍图可见 伊安登陆以西树里处的住房屋顶 都被掀走 并且堆叠在一片残骸当中 近海滩店家则被以为平地 剩下歪歪曲曲的碎片 码头也是面目全非 原本是住宅区的几处地方 则出现火灾闷烧 通往曼尔斯德堡 也就是这个Meyers的 Fort Myers道路 遍布倒塌的树木 拖船以及其他的碎片 汽车被淹水 伤了引擎后就被弃置在路旁 部分民众在29号下午返家 在加油站和超市大排长龙 州长Santis表示 这是500年一遇的淹水事件 我们从没有看过这种规模的风暴 医院袭击区有大量民众 并且他们的地势都很低 对多数民众住宅造成大规模的损害 现在还有许多的事情 这个州长需要立刻处理 那么USA Today报道 拜登表示呢 将可能他会要去佛罗里达州 他将会去佛罗里达州来拜访 并且已经批准了联邦经费 给9个受灾区 好最后我们关心一下 6个共和党主政的州29号 向拜登提起诉讼 控告拜登政府打算豁免数千万 学生贷款的美国人计划 已经逾越联邦政府行政权利 等于要辛苦的纳税人 帮忙读大学的人买单 白宫则反驳说 那6个州共和党人跟特殊利益站在一起 总统及联邦政府是合法的 让工薪中产阶级家庭有喘息的空间 等待疫情复原再恢复偿还学费 美联社报道 拜登8月下旬提出了 为全国数千万学生贷款人 取消多达2万元的债务计划 共和党6个州的诉讼 是这个案子本周内第二次吃上官司 这一次诉讼的州是爱德华州 Kansas、Missouri、Nebraska、South Carolina 和Arkansas6个州 那么虽然爱德华州 他的州长是民主党籍 但是共和党州长的Renos代表 州方签字参加控方 拜登政府内部为解免学代案 内部仔细斟酌几个月之后 又受到进步派的施压 减学代债务案一推出 立即成为11月期中选举前的争议命题 好的 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 翻译编辑播报的全美及世界重要消息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和weekend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拜拜 优客